就在4月11号的时候 香港演艺圈大腕曾志伟举办了2024 筹谋修建红法道场经费慈善诉宴 其实这是每一年的惯例 每次都放在曾志伟的生日宴之前 而当时现场也是来了许多耳熟能详的香港明星艺人 甚至许多明星的妈妈们都来到了现场 而就在几天之后 曾志伟的一生日宴照片也被爆了出来 从现场到来的明星艺人来看 确实不得不说 曾志伟在香港演艺圈的地位是非常的高 从爆出的图片来看 这次曾志伟生日宴中来了一个和尚 很显然就是本晚的法师了 从细节看得出曾志伟对于法师是非常的尊敬 也说明曾志伟对佛有着很崇高的信仰 在切蛋糕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曾志伟许久未露面的儿媳妇王敏毅 王敏毅的丈夫是曾国祥 从现场情况来看 王敏毅的地位很高 至少在家里的地位要比儿子曾国祥要高 因为曾国祥居然排在了最靠外边 而儿媳妇就在丈夫曾国祥的旁边 看得出王敏毅还是非常漂亮的 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气质 而一起切蛋糕的曾志伟 虽然已经71岁了 但是身体状态绝对是非常的好 当然了曾志伟感觉比以前更加的胖了 就是他那下巴彻底的出卖了他 总觉得有剁了一层肉上去了 另外从儿媳妇王敏毅的脸部情况来看 似乎是化了很淡的妆 从这点来说就是非常的值得赞扬 要知道这也是公开场合哦 一般的明星艺人打个不是盛装出席 浓妆艳抹的啊 而王敏毅却非常素雅的服装亮相 而脸上更是几乎素颜 只能说儿媳王敏毅确实是够漂亮 底子够好啊 真羡慕曾国祥能娶到这么漂亮有气质的老婆啊 另外在最外头的小儿子曾国游 确实是最为像父亲曾志伟的 都很圆润的感觉 哪怕是笑起来的那个眼神都非常相似 不愧是父子俩啊 还有生日宴现场中 叶童 梁家辉 叶子梅等明星大腕也来到了现场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叶童老师和曾志伟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几乎每一年的生日宴 叶童老师都不会缺席 而这次叶童也算是穿得非常年轻 只不过头发却花白了 还是让人感叹的 毕竟曾经的雪仙也已经老了 从叶童的状态来看 他这一天非常的开心 怪不得气质那么的优雅 还有梁家辉 曾志伟和叶童同框的照片 照片中三人都换上了黑色的体恤 看得出中间的曾志伟 应该是在许冤枉啊 然后就是吹蜡烛了 其实贴近一看 梁家辉老师也确实是老了 毕竟也66岁了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他了 不过好在从状态来看 还是非常不错的 红金宝儿媳周家卫 也来到了曾志伟生日宴 并且和这个老寿星进行了贴脸照了 看得出周家卫当晚也是非常的开心 而曾志伟一副老顽童的模样 也着实是可爱极了 香港女艺人叶子梅也来了 对于叶子梅其实都不用去多介绍 当年的叶子梅可是风华绝代啊 不知道是迷倒了多少男性啊 尤其是她的柔火身材 至今都让人无法忘怀 可是这次的叶子梅 却似乎变了很多 尤其是脸部情况 总觉得有点医美过度了 不过想一下 毕竟也是快60岁的人 这个状态依然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了对于许多网友来说 叶子梅依然是暗藏杀气 身材还是像以前那么的好 只能说不愧是性感女神啊